下班长这把求生者必须四跑才能翻盘 阿福这里拿出了雕刻架被搬掉的红夫人和女巫 雕刻架我们期待一下他的天赋 天赋上面目前来看是有一手狩猎本能 难道是底牌挽留 带的是个传送那应该不会带底牌了吧 待会来注意一下天赋上来找 找到了一个祭司 这边追着祭司打 大房的祭司没那么舒服 一个洞下去带的是挽留带了 然后带了抗性带了踩板加速 夹一手这边推一下 祭司这边有加速往前走 再卡一下位置 雕像再补一刀抽刀 这里的雕像放弹是非常不错的 直接是打成了只剩四分之一血 487这边的前锋应该帮忙下一手板 这里选择直接往二楼走 阿福这边一手雕像没有夹中 祭司前锋一封 一手后面的偷袭撞 可能会追前锋 雕像怎么放 躲一手雕像 但是阿福这边的雕像是故意晚放了大概一秒钟 前锋这边拉一波球 再卡一下你的位置 再雕像一夹前锋半血 前期阿福的雕像呢 一个命中率还是非常高的 祭司的话拉了一波大洞 跟杂技演员碰头摸一波血 前锋这边再拉球 先这个祭司这边被摸好 茂远加现在的位置所处的一个地方还是比较安全的 追前锋 好再加一手前锋这边是这样四分之一的球 这一局如果说前锋被击倒了 外面穷者来救 这个前锋要没有球的话 这一把想要四跑几乎是不可能的 阿福是一个努力的男人 这一局没有选择比较分头的打法 不过上面有一个洞 穷者这边挂地压师吗 没必要啊 对想了想还是不要挂地压师了 这个地压师挂他干嘛 首先有个祭司 其次呢就是这个地压师你挂了 穷人者这边硬来救 你说真想救还能 可能救起来会更加舒服一点 一个祭司帮忙打洞下来什么的 这边找到贸易家 不容乐观 对于穷者来想必须要四跑的局 只剩下四分之一球的前锋 很难要有一个薄命穿大洞才行 薄命穿大洞的话 可能要把这个前锋摸起来 这前锋已经是过半了 我们看一下穷者 这边贸易家来了 有耳鸣 有耳鸣 他先在上面看一手 这里是 这这这这这雕像 雕像还是蛮多的 这边雕像六个雕像呢 推推 再夹 果冻这边的一个走位 没有给到机会 一下没夹做 这边交了 躲了 将对来说 躲了一个雕像 打一刀 好那基本上 这一局已经是 哎 不对 要去穿大洞 要去穿大洞 好 要穿大洞 穿完大洞 嗯 这里 先把洞打了 然后传送 先把 哎呀 还打了一刀 打了一刀 那边电机给修开了 没有传送点了 本 这 直接传最近的点 这里 杂技给了一颗 减速球 好 这边雕像先一推 现在是一个 二阶的雕像 摸不了 距离上面拉近了 摸起来了 前锋被摸起来了 但是 哇 阿福这个 隔着视野的 一个盲娇的雕像 直接秒掉了 这边的半血前锋 阿福这把的雕像 是真的准啊 球者这边配合 是打出来的 包括杂技的那一颗球 其实我觉得杂技 当时如果说 浇一颗火球 会不会更好一点 被传送了以后 直接浇一个火球 这样的话 阿福没有办法 去浇一个像型坟场 可能机会会更多一点 他浇了一颗减速球呢 虽然说减到速了 但是人家像型坟场 砸的雕像 不影响的 嗯 挂飞以后 这里一刀 茂逸家把电机补开 阿福这边还想 来争一个净胜局 祭司两个洞 我们看一下 这把穷者 能不能保一个三啊 这个局想要保个三 还是比较难的 毕竟是有挽留的 呃 祭祷祭司 哎 祭司是不是一波反穿 上去了 那这样的话 阿福这边29秒 才有传送 他要交相型分场 来找人 祭司拉了一个大洞 直接拉了一个大洞 穿过来了 门好像还没开 但是 这个位置 阿福能够移过去吗 再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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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阿福这边被卡住了 那应该三跑了 应该三跑了 这边开门 洞打 哎 这什么情况 阿福这边解了一个 这个洞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把门开的一个 把门点开的一个时间点 他会自己会被这个洞吸过去 这个是一个 阿福 关键阿福怎么知道 他不会穿洞呢 你说本来都要穿洞了 然后再回去也就走了 但是阿福刚好走过去 守着这个洞 他可能觉得自己唯一的机会 就是这个洞 这个洞 没办法 躲不掉的 因为开门的那个人 顶着门开 顶着门接的这个洞 然后门开完 就会被吸过去 就跟那个电机 上面的那个洞一样的 你吸完以后 会被吸过去的 莫名其妙捡了一个 还是很神奇的一幕 对不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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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Что